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共外交部24日发出公告指出 已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并要求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 大批公安武警早上7点抵达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周边 设立封锁线禁止汽车通行或民众靠近 总领事馆周边不满便衣警察阻止市民拍摄逗留 大厦至高点同样由警察监视 气氛紧张 傍晚时分 驻成都总领事馆外突然冒出白烟 原来有人在总领馆门口放鞭炮 从网上流出的画面见 一名白山男子很快便被附近的民警拘捕 中共官媒央视也从当天中午开始 含有的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外架起了摄像机 并从不同角度进行现场直播 并将直播画面转发至微博 到了下午 该直播已经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观看 并引起大陆网友热议 据报道 截止当地时间晚上7点 该直播在微博有300多万人按赞 40多万则留言 并被转发了11万次 以120余万次搜索登上了微博热搜排行榜 同时 相关新闻与文章还被阅读超过10亿次 认为微博上的热议话题 据报道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于1985年启用 目前总共有200余名员工 其中有150人是在当地聘请的中国雇员 据报道 该领事馆范围涵盖中国西南地区 包括四川 云南 贵州 西藏与重庆 极具战略意义 曾在2012年2月6日 因中共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力军 逃入馆内而被外界熟知 美国国务院7月21日要求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关闭 7月23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发表演讲时 宣布关闭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因为那里是中共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 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蔡伟23日 曾声称不会按照美国的要求 在24日关闭办公室将会持续开放 直到另行通知 蔡伟的言论震惊了地球的外交界 颇有点大清的风格 同时蔡伟23日还发文表示 明天走着瞧 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作出回应 美国此前线中国72小时内关闭其驻休斯敦总领馆 指控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 关闭更多中共驻美领事馆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中共驻休斯敦的总领事蔡伟 23日接受美国媒体Politico访问时表示 他们不会按照美国要求关闭总领事馆 此举被视为直接违背 美国国务院要求该领事馆于24日关闭的命令 中共驻休斯敦总领事蔡伟告诉Politico 要对美国下达的关闭令表示抗议 所以该领事馆将持续开放营运 直到美国发出新的命令 他表示 我们的领事馆23日仍正常运作 而我们也会看24日的情况 有没有发生变化 蔡伟说 以要求美国撤回发布的关闭令 因为中方认为 美国此举与国际协议背道而驰 他说 我们认为美国此举并未遵守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 与领事事务相关的规定 此外 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国际外交的准则 美国已经违反了中美的领事协议 蓬佩奥在7月23日进行了历史性对华演讲之后 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 记者问到 休斯敦中国总领事表示 不打算离开休斯敦领事馆时 您对此有何回应 蓬佩奥说 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外交规则 只有在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 你才能以外交身份进驻那里 蓬佩奥还说 我们非常明确 不能利用外交官所身份掩护 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窃取知识产权等此类行为 这就是我们要求关闭领事馆的原因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 我们将确保这一点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 23日表示 如果中方24日不关闭休斯敦领事馆 则联邦特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必要时采取武力 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公然侵犯我们主权的行为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高等法院 应孟晚舟律师团队申请 7月23日公开了下一阶段庭审的证据材料 文件显示 孟晚舟的律师提出 要求中止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司法程序 理由是 案件受到美国及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的不当干预 使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受到毁坏 23日公布的文件显示 孟晚舟的律师声言 美国方面向加拿大执法机构提出的要求逮捕 和引渡孟晚舟的信息有误导性 因为美国提供的信息是基于断章取义 没有包括孟晚舟向汇丰银行介绍华为公司 及旗下的公司与伊朗的商业往来的情况 此外 孟晚舟的律师提出的文件还说 美国总统川普在孟晚舟被捕之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他认为该案件对美中两国有史以来的 最大贸易交易有好处 假如对国家安全有好处 假如他认为有必要 他肯定会进行干预 另外 文章还说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对孟晚舟案进行了不当干预 因为他先前透露 他要求美国总统在解决孟晚舟案 和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国逮捕案之前 不要跟中国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 中国官媒24日则谴责汇丰银行参与购陷 乐意做局 拼凑材料 捏丧罪证 陷害孟晚舟 据东网报道 官媒指案件唯一关键证据是孟晚舟交给汇丰的一份PPT文件 当中包括PPT全文 以及汇丰与华为的业务邮件记录 官媒炮轰 汇丰为资源其说 也被强化罪证效力 称称只有初级员工清楚 华为与香港心通的关系 但这些初级员工没有将相关信息传递给高级管理者 导致后者只能依赖孟晚舟提供的PPT判断风险 只有西层知道高层不知道的这一说辞 纯属无稽之谈 路透社24日发出的报道说 截止目前 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还没有就孟晚舟案的最新发展送出评论 有关孟晚舟引渡问题的听证安排 在明年4月下旬结束 但双方对听证最后结果都可以提出上诉 中国湖北省应急管理厅24日指出 长江2号洪水23日过境武汉 但同时长江3号洪水也正在形成 长江的防洪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根据目前三峡大坝出库水量预测 长江主流京江河段的重要控制站 尖利战将在今日突破最高防洪水倍 乌漏偏逢连夜雨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四天 西北西南江南江淮将出现强降雨 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根据中国水利部网站消息 受降雨影响 长江上游将有一次明显洪水过程 中下游主流及两户维持高水位 淮河主流部分河段水位重新升高 并维持超紧接水位 安徽省水文局24日持续发布洪水洪四预警 据中国媒体报道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与湖北防汛部综合目前情势后研判 近期长江上游发生了强降雨 长江三号洪水正在形成 三峡水库可能进一步加大泄洪量 尖利战超过最高防洪水位的幅度还会增加 京江大第一级以下提防将长时间高水位挡水 据湖北水文局专家预计 本月底前长江武汉关水位 仍将保持在28米左右的高水位运行 防洪情况危机 有网友推算 7月24日三峡大坝可能已经开启9孔泄洪 因为在7月24日上午7点 三峡水库出库流量暴增至每秒4.56万立方米 再创下今年新记录 据网友推算 7月20日三峡大坝开启7孔泄洪 出库流量是3.99立方米 而在7月22日开启8孔泄洪 出库流量达到每秒4.3万立方米 按照这个比例 目前的出库流量暴增至每秒4.56万立方米 三峡已经开启了9孔泄洪 三峡库居水位已经跌至158.88米 较前一天又暴跌了2米 网友估计 三峡这么全力泄洪 很可能是准备应对面临的更大洪水 也顾不得下游的灾情了 近日中共战机频频骚扰台湾 不仅23日罕见于晚间闯入台湾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 24日凌晨又再次出现在西南空域 台湾方面照例广播强势驱离 虽然空军未证实攻击动态的相关讯息 不过有台湾民众目击战斗机紧急升空 共军宣布将于785日至8月2日 在雷州半岛以西南域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 美国23日派出P3C反潜侦察机 RC-135侦察机到接近中国广东省的空域进行抵径侦察 晚间美军又派出了P-8A侦察机 KC-135空中加油机 在巴士海峡至东沙岛之间空域来回穿梭 据中国北京大学南海战略 菜市感知计划平台公布的资料显示 23日晚间19点35分36分 都有数量不明的共机 侵入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24日凌晨1点29分30分 也都派出数量不明的共机 进入到台湾空域防空识别区 还一路往东飞行 由于中共及美国军机 都有多架次在台湾南部空域活动 中华民国空军也出动包括嘉义 台南花莲在内的多个空军基地 F-16IDF战机进行监控 对共机侵入台湾空域防空识别区 更是采取警告驱离行动 有资深军事迷表示 这已经是今年有记录中的 第21次共机扰台 刷新过去一整年的共机扰台记录 分析因与美军大规模在南海动作有关 尤其共机骚扰近年几乎都在日间 在夜间骚扰因是今年首次 值得有关单位关注 民众也更加支持国军演训备战用武 对此空军司令部并未证实或否认 共机动态相关讯息 仅表示对于台湾周边海空域状况 均能全程掌握 并适切应处 目前状况均正常 中国采购推动美国一周玉米出口销售总量 达到254.8万吨 以2018年3月以来最高 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则达到266.6万吨 为2018年12月以来最高 美国农业部的每周报告还显示 对中国的大豆销售量升至169.6万吨 为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农业部的每周报告显示 截止7月16日当周 中国订购美国玉米196.7万吨 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单周玉米购买量 美国对中国的大豆销售也升至169.6万吨 为2019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采购推动美国一周玉米出口销售总量达到254.8万吨 为2018年3月以来最高 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则达到266.6万吨 为2018年12月以来最高 即便如此 中国仍需在未来数月大幅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 以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第一年365亿美元的进口承诺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1月至5月中国仅进口价值略超过6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另外美国农业部周四报告 民间出口商报告 中国购买了13.2万吨大豆 准备在9月1日开始的2020-21销售年度交付 美国农业部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宣布对中国有新的大豆销售 中国上周表示 将坚持今年早些时候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警告说 若两国关系继续恶化 中国将对美国的霸凌手段作出回应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周四收高 月大豆合约结算价上涨7美分 中国上周表示 将坚持今年早些时候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警告说 若两国关系继续恶化 中国将对美国作出回应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